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街边看到有很多大喇叭在宣传关于疫情防控的知识 由于听众朋友听不见 导致这些东西没办法正常的传输给他们 然后我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看到有很多罗友朋友 把这些指南用手语的方式打出来 我发现他们自己打的手语视频里面有一些地方不是很准确 我就随即联系了南京市提供的老师 他也给我提供了一些比较官方关于Delta病毒的一些指南 然后我就开始策划录制关于Delta病毒的一个指南 得到了很多龙人朋友书的大母哥 也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 其实做这件事情也是快乐了自己帮助了别人 在2017年的时候 国庆节那天在南京市的新街口 遇见了一些龙人朋友 然后发现他们与店家产生了纠纷 然后我上前用手机打字的方式 帮助他们解决了这样的纠纷 然后就加了他们的微信就发现手语是你们特别有趣的语言 我也想去学习手语 推荐我可以报名2018年的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手语翻译员培训班 一开始学习手语的时候 自己打手语特别的慢 特别的卡顿 然后在后面的学习过程之中 龙人朋友教了我一些怎么练习手指灵活度的方法 当时就玩了一些小游戏 比如说两个手贴在一起 然后分开来 然后再贴在一起 然后不停的切换手指来锻炼自己的手指灵活度 我在18年5月份左右成功考取了中国手语翻译员资格证 后面由于中国手语翻译员资格证的考试改革 然后我就是全国首个00后执政手语翻译 同年5月份的时候 当时是全国助餐日的时候 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开了一个是全国残疾人极油展 那时候我认识了我的老师 经过我和老师的交流越来越深入 让我知道手语原来是一门语言 它和汉语是不一样的一个语曲 我们汉语一般是主卫兵 而手语是主兵位的关系 18年的时候 我的老师也带我去参加了上海的国际路人电影节 在交流的过程之中 我发现我的手语和他们的手语不一样 原来是因为手语有地域性 而且地域性差异很大 当时打的是一个我们南方手语的社会 然后他们北方的意思代表的是迟到 他们以为我说的是什么东西 快要迟到了 等会儿时一点过去 他们北方的社会是这么大的 是社会一个小组 然后一圈代表一个社会 然后捞了一些小的插曲 由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2月11号晚上 我在就日常手语交流的微信群里面 看到了武汉火神山医护人员 发布的一则招募手语翻译的信息 原来是在火神山医院的感染四科医病区 接收了这样的一位听障的老奶奶 她是因为不识字 然后和医护人员交流病情特别不方便 然后当时我们约好了第二天 和那位患者进行视频连线 这一页我一整页都在搜索 有关新冠肺炎的资料 在了解新冠肺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打法 当时就用的是机关的打法 是这个打法代表的是新冠肺炎 但是我当时和那位龙人朋友打的时候 他其实看不懂 然后我又问了很多专业的老师 最后定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打法 代表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肺炎 它这个病毒 然后它是有一个刺一个刺的那种感觉的一个球体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那位老人家的时候 他当时跟我说的是吃不了东西 然后嗓子一直痛 然后痛了有差不多五天的时间 其实他当时的病情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微重的 因为年纪也比较大 然后我就和那位医护人员说 饮食需要注意 然后后面持续的与活生产医院连上了视频 当时那位老奶奶的情况是慢慢在转好的 自从这件事情以后 学校得知了我会手语 然后给了我一系列的支持 提供了演播的地方 也提供了录影的 在后面也成立了一个叫新火相传的工作室 这个工作室主要的是为听障人士搭起一个桥梁 帮助他们进行翻译 2021年7月份左右南京市的疫情爆发 然后我就开始策划录制关于Data病毒的一个指南 得到了很多文文朋友书的大母哥 其实我当时想录制那个视频的时候 只是想帮助他们更好地去理解关于Data病毒的知识 没想到可以引起广大网友的关注 未来我其实是想深造手语这个技能 也是想去更深地去研究手语 它其实分为很多个内容 比如说语法语言学 还有他们两门手语之间的互议 让我觉得原来手语和手语之间也能互议 而现在我们要知道手语原来是一个灵活的语言 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路人朋友 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 而不仅仅局限于他们只是听不见的人 他们也是可以和我们有同样的工作方式 同样的生活方式的一群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